有请江老师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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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师好 江老师 我想先考验考验您 既然您的爱好是牧村 那我就考验考验您 你有点酸 那我就要问问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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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他会叫姜大哥 对 经常聊 我们这块儿促了几年 有时候去照顾着孩子 带着他们 这样慢慢慢慢 关键是观点 对社会的看法 对人生的看法都比较一致 但是关老师 就你们认识都九几年了 那个时候您的居住条件 其实还是比较差的是吗 我在北京搬了有五六次 都是租的房 借的房 你那会儿都那么出名了 为什么 不买房子呢 没有什么钱 那时候我上音乐学院了 老师说的 最好外边的演出别去 要一心地学习 那我就答应了 他在天津 原来有一个有个房子 然后在北京呢 原来也有 一小间房 有一房子 可是后来 很小的 他那个 他都给他前夫了 因为他这个前夫提出来之后 他就全都给他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零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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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财产是零对零 也就是说 您也是零啊 我也是零了 他也是零 你们这些属于二零在一起了 对 这就是现在最时髦的话 叫裸婚 对 裸婚 我还不懂 就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结婚的时候 有房子吗 没有啊 要不都是借的 租的嘛 你们结婚的时候还没有 我们98年了 结婚的时候还没有 没有 房子也没有 还是北京四十一位警察 帮助我们给解决了个房 我们俩那时候 在街上走的时候 看到楼里的灯光 别人家的灯火 哎呀 我就想什么时候 我们自己也有 这么一间房 是属于我们的 你们俩是这么走在一块的 天哪 这我真的想不到 我想你们俩的 这样一个 当时的社会地位 应该是总有一个人 会更好一些 理论上是这样的 不是 我们是把这个 所有东西 不在乎财产的 都给 都给 都留给了对方 留给对方 也就是说 你们当年 两个人走在一起 完全是志同道合 对 完全是思想上 对 心灵 一种情感 心灵的 对 也有一种责任 对 对我来讲 也有一种责任 这个些东西 都不很重要 对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夫妻之间 一定有真爱 对 一定要有幸福感 对 这是最重要的了 对 有了这个之后 你就是 太对了 是 你就是 再简单的生活 都感到很幸福 对 那你们 当时两个人 就是结婚的时候 是租房 对 对 那个孩子呢 是 就您的那个孩子 龙龙吧 是叫 对 那个孩子是跟着您吧 是 对 当时你们结婚的时候 孩子还不大吧 对 很小 我是五岁 才五岁啊 对 宝贝 你看 这什么时候呢 现在已经得二多了吧 对 他跟您的关系怎么样啊 跟妈就别说了 外边是看不出来的 都是像亲的一样的 爱无几乌 另外他本身也很可爱 超可爱